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回到第四集 我们讲完物理学之后我们讲到新闻学 新闻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研究过 就是由海水生命 生命应该是引辱于海洋 上陆地的时间是多久呢? 这件事我们很多时候要问一下 以往都是估计的 都是在想着 大约是2亿 看看这里有多少 应该是24亿年前左右 相信会有这样的变化 但是这些数字 我自己也要查一下 有时候我自己记不了这么多 但是这个过程就是 有什么是决定了 生命是由海洋转移到陆地呢? 其实这一节我想我们有两单关于 演化的故事 和这些考证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讲 都是和生命演化有关 第一单就是说 我们找不找到第一个证据 就是可以验证到 生命是开始由海洋迈向陆地呢? 最近就有一个这样的研究 是关乎一个蓝绿组的化石 大家都可能想 我们由海洋转移到陆地的第一个生物 是否有四脚跋滑起去? 就算没脚也好像 pow благодар自己 也试试人운散灯ール陈地生长 依 Photo其实很多时候不原来 很多时候альную钥anu从一些来可以从 很简单的II炸移到的生命开始 而这次的发色证据 就是由红生组上的开始了 是的 但我们读小学时候 那些海洋有些魚爬上去 魚不落到水 慢慢弄出腳 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一些很簡單的 如果它在講的是什麼?Bacterium 是 直接是好像細胞那麽小的生物 由海那裏上岸 停留在那裏 而可以繼續生長 是的 因為大家起碼都會有個印象 就是生命都是由一些 可能開始由零到一 由沒有到有 最開始就以一些單細胞形式去存在 是不是? 然後就慢慢成為一些複合細胞結構 就算單細胞它可能存在著一個很長的時期 直至它能夠演化到很多種不同各樣的單細胞 然後才有一個開始就叫做 又跟其它開始砌砌砌砌 或者組合成為一堆這樣去生存 而去到藍綠組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是 整個海洋生命都孕育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那你首先想一下藍綠組它有什麼呢? 它最重要就是 它是組類的東西 其實你說這些藍綠組呢 跟我們那些紅潮啊 接著在那些紅潮裡 如果你吃那些魚 焗死了那些魚 你吃那些魚 它那些藍綠組通常有些毒素的 吃的時候又會吃柯人啊 那就是這些藍綠組作怪的 那它一個最有趣的地方 它是有能力去進行光合作用 就是說它已經是走向一個比較複雜的生命形態了 就是說它不是純粹自己一個細胞 而是它已經跟其它的一些有功能的其它的生命體呢 是結合了一起 就變成了一種互利共生的結構 所以去到藍綠組的時候呢 都可以說是一個海洋生命呢 都已經演化到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啊 這樣 甚至乎呢 我們會相信呢 就是有了這些這樣的東西之後 那後來就怎樣去變成為連陸地都有這些這樣的植物呢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因為如果沒有了這些這樣的 在海裡面能夠進行光合作用的東西 上去陸地那裡的話呢 你甚至乎想像不到後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植物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出現 而有了這些植物生態出現之後呢 整個大氣的結構那個改變呢 都是隨之而來的 因為最開始就不是說有這麼多氧氣在那裡的 你如果不是說累積了這麼久的光合作用呢 你就沒有可能出現到有20%氧氣在我們的大氣那裡的 所以你說研究這些組類的東西 它怎樣去演化 甚至乎原來由這個組類的東西那裡呢 可以看到那個生命怎樣由海洋去陸地遷移呢 那都是整個地球生命 演化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的環節 剛才你提到那個光合作用的那裡 其實是一位很著名的科學家 James Lovelock 他提出了一個Gaia的概念 其實是一個生態的一個環境 形成了之後 你才可以形成到那個 就是互惠影響呢 但是如果譬如說 這個現在是不是說 他們在那個化石那裡看到這個痕跡 而可以推算到那個出現的時間呢 對了 那現在似乎就是 它不是只是說 純粹在陸地上找到一個藍綠組的遺跡 這樣就算數的 而是呢 就是如果看一段新聞 你會看到那些藍綠組 形成一些很複合的結構的 這樣就很有趣 而這個複合的結構呢 就在那個陸地和海洋交界的位置那裡 就看到有個化石的遺跡形成了在這裡 那可能你會問 哦 剛好被水沖了上來 那然後就變了化石咯 那就是這麼簡單咯 那其實呢 他的考證當然不只是這樣 而是他會看到呢 在這些這樣的結構那裡 是看到他有一個繼續生長繁衍的一個過程在那裡 也就是說呢 這個藍綠組不是純粹就說在海裡生存 然後衝上那個陸地那裡 就這樣就死了就算了 而是他們似乎呢 在一個陸地有充足水分供應 就有一點像植物那個case 在那個這樣的陸地 和有濕潤泥土的生境的環境之下呢 他們都有能力繼續繁衍下去 於是乎我們就認定了呢 他會不會就是屬於呢 第一代就是說可以由海洋那裡 上了陸地的一種叫做 比較複合一些的生命結構 就在那裡這樣形成 而且他們是有能力去繼續繁衍的 那是不是代表著一個 生命由海洋邁向陸地的一個里程碑呢 那就由這個研究去發掘出來 那這個法掘的地方在蘇格蘭呢 就推算的年份是4億年前 4億年前就生命出現了是不是 是的應該 就是因為這個時間都一直在變的 就是會不會是更加早都已經有呢 但是你說4億都是一個很合理的時間 但是當時其實呢 就沒有那麼多氧氣的 就是有了他們才會形成這種這樣的生態的環境 是的 那除了這件事之外呢 那人的腦什麼時候出現呢 那這裡又說回了 就是照計原始的人類 或者比原始人類更遠祖的這些這樣的祖先 甚至你說到整個暴雨類那樣 甚至可以說到其他 你說到就算爬蟲這些呢 都會有老暴的結構的 那你可以問一個問題的 其實就是說 這些老暴結構的這些東西 它最遠的祖先是可以追溯到什麼東西的呢 那你說很多的昆蟲 可能那些昆蟲你會認為是現代活化石來的 你說到馬蹄蟹 這些這樣的在海裡面的爬蟲 甚至乎你說到一隻 就是似乎在這麼久演化下來都沒有怎麼變的蟑螂 是不是 那他們都有個老暴結構在那裡 那越是原始生物的老暴 如果你再追本索源 最原先所謂叫做老暴的圓形 就是叫做老的祖先 是一個什麼形式的東西 我們又沒有辦法考證到呢 那很有趣的 那現在台長在你畫面上 你就展示了一塊 這塊東西的名字應該叫做 那種叫做盤什麼蟲啊 叫做 就是trichoplex的一種 又像菌又像蟲的東西 但是其實在生物上面的分類 它認為是一種動物來的 那它是一個 會有多細胞結構的 一樣會移動的東西 所以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動物 但是你未必能夠認得到 很清楚裡面的器官結構 但是它們也有一個 你可以分得到 哪裏是底 哪裏是面 它向上那裏是有個表皮結構在那裏 而向底那裏也有它去吸收營養的地方 而亦都有一個控制神經反應的地方在那裏 那我們似乎就由這種 比較簡單的這種這樣的 叫做多細胞生命體的這種 這樣的小型動物結構裏面 就似乎找到那個 我們認為是老部 老神經細胞的祖先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它其中裡面一個考證就是說 在這個這樣的生命體裏面 它是由幾種複合細胞去形成的 它其中形成了 找到一種的細胞的名字叫什麼呢 叫做Pragosone 這種這樣的細胞 就是一個名字都聽完 就水過鴨背了 但是這種細胞 它在這種生命體裏面的作用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種似乎是神經細胞來的 它會對外來的刺激有反應的 它是有一種指揮身體其他細胞 如何反應的一種作用 一種這樣的細胞 其實它的作用有一點像 它好像就是這一種這樣的 簡單生命體的一個 中樞神經的一個結構來的 當然它不會像我們人一樣 有一個很複雜的神經網絡 甚至乎我們沒有能力認出一個 很清楚的神經細胞在那裡 因為神經細胞有一些很特徵的東西在那裡 我們沒有在這種生物裡面 有神經反應的細胞裡找到一些共同的特徵 但是我們知道這種細胞 其實這種動物 它其實是一種很原始的生物 原始到我們也是在一些河流 水邊的一些這樣的生境裡 我們就會找到這種生命體 而這種生命體很有趣 它跟剛才我們提到的藍綠組 有些不同 它是更加善於對外來的刺激 會給到反應 而且我們要看到這種有特別功能分工的細胞 它跟我們人老細胞 在做一個基因序列排序分析的時候 竟然找到很多相同的地方 即是如果你找一個老神經細胞 人類的好不是人類的好 總之是老神經細胞 跟這種這種的那些盤菌蟲 它裡面那種類似老神經細胞 其實應該不是叫老神經 就是他們那種負責去應對外來刺激的那種細胞 來做一個基因比對的時候 有很大程度的相似 外形上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正常的神經細胞 就會有一些所謂的特觸部分 就專門負責去釋放和接收一些神經的訊號 而且接收、收發神經訊號 那些神經訊號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就是一些複合蛋白來的 那很有趣 但是在這個盤菌蟲裡面找到的這種特定的 對外來刺激有反應的那種細胞 它沒有一些很明顯的一條條的特觸去生出來 但是看到它有一個基本功能 也是有能力跟外面去做一個複合蛋白的交換 而且也是透過這個感受不同的複合蛋白的交換的過程裡面 就好像一種神經訊號的傳遞 它就會懂得對它有反應 就是說它跟我們今時今日的老神經細胞 那種通訊的用的那種媒介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那個通訊接收那個器官的部分 就不像我們今天的神經細胞那麼複雜 而由此那裡 由這麼原始的生物我們找到這些特徵 我們就有理由相信 在這種生物上面找到一些對外來刺激有反應 也都懂得去跟一些神經傳遞物做交換的這種細胞 似乎就是我們人類 也都是很多不同的有老的生物 它的老神經細胞的祖先來的其實就是 但很有趣的是 為什麼搞 지나 在身體裡的老呢 那係了 這個就是演化的奇妙了 你是會想一下 原來我們世界上很多的生命 有老的生命 原來最起初就是 一個盒不起眼的虫 都不如的物體 叫就叫它是一匹蟲 但其實它是我們 不要用我們今時今日講的那些 一折折的蟲的概念去理解 它只不過是比亞米巴原蟲複雜多少少的一種生命結構 裡面所有的它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器官 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的細胞已經有功能的分工 而這些不同有功能的細胞 就是有不同分工的這些細胞 最後其實也是很多我們生物上的器官的原型 但是很有趣就是這次找到應該似乎是老細胞的一個原組 那你想想它之後那個路是怎樣 我們對應於人的那個 就是有人都說的 你簡直是眼睛的那個神經 整個眼球器官的演化已經是非常奇妙的 而最開始可能只不過在最簡單的結構裡面 它就是一些對光有反應的細胞 那堆對光有反應的細胞 它們自己釋走一堆 給予更加強的神經信號 而背後也有一個專門處理這堆神經信號的一個中央的細胞 來幫我們統合這些信號 來去對其他細胞發施號令 於是讓它作出一個去規食的反應 去規避的反應 那原來這個就是整個神經系統最原早的部分 到後來我們就知道了 這些結構很脆弱的 我們需要保護它 所以能夠發展到一個保護感光細胞的一個器官 就是一個優勢了 那有人就說 其實眼部結構這些東西 就是慢慢慢慢去累積越來越多的優勢去形成到 同樣的腦部也是 那個神經細胞 原來它是越是有能力去發展到一些突足出來 去形成更加複雜的結構 處理一些更加複雜的信號 發一些更加複雜的命令的時候 就令到整個生命 它有一個生存的優勢在那裡 那就是一個這樣不停地累積 trial and error的過程 我們就後來見到 越來越複雜的生命體 就有它的優勢可以流傳到下來 那大家看這部影片就不要誤會 它的顏色原本不是這樣的 是打了一些螢光的物料下去 標示一下 方便我們來看 但是如果告訴你這個是 我們的腦的祖先 一百個之中家當然都不會相信 是啊 你如果問我就這樣說 我也不會相信的 但是你一去到基因層面 你找不找到其他的細胞 它那個基因序列可以和那個 腦神經細胞 尤其是有功能那部份 可以有相對比較多的相似度呢? 那現在去找到有的時候 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這個 在這種盤菌蟲裡面的這種細胞 照計就是對應到好像我們人類的 老神經細胞 扮演著同一個角色 而且是同一個功能 而且如果它是更加簡單結構的軟組的話 照它裡面擁有的這些 有神經反應的細胞 也都是我們老神經細胞的軟組 好 那我們最後完成 我們接著又有這個科學回憶錄 好嗎? 梁錦祥工作室 還有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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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